小米,請問這本書叫什麼? I like big city 對,這就是小巷到大城市探險的故事喔 Little alley at big city 小巷要到大城市去探險了 我們一起去吧 好多杯子蛋糕喔 小老鼠 小老鼠 他想要吃杯子蛋糕耶 這個故事是小巷跟小老鼠相遇的故事喔 他們第一次見面 要不要跟他們一起吃個杯子蛋糕呢? 來吃一顆吧 嗯! 嗯!好好吃喔 我吃的是巧克力口味 你吃的是什麼? 草莓嗎? 嗯? 對 嗯,好 所以小巷要去大城市探險啦 什麼東西?怎麼了? 我吃的是 香蕉嗎? 這個嗎? 香蕉口味的杯子蛋糕 好,我們開始吧 小巷呢 喔,是一隻小巷啊 Elly耶,艾莉爺是一隻小巷喔 他身上有好多斑點喔 是不是 他跟其他的小巷不一樣 他身上有粉藍粉紅的斑點喔 艾莉爺呢 他還住在一個很大很大的城市 可是呢 對一隻小小巷來說 這可是一個好大的城市 住在大城市 並不容易呢 嗯 首先呢 他必須要非常非常小心 才不會被其他人踩到 你看大家都沒有注意到他 還有呢 他連開門都有困難 夠不到那個門把 他想搭計程車的時候 也招不到計程車耶 計程車都看不到他 還把水花箭在他身上 唉 就算是在家裡面 生活也不容易 他光是要拿個冰淇淋 就要爬到這麼高的地方 還要使用掃把 才可以把冰淇淋從冰箱裡 冰庫裡拿出來 洗臉刷牙 吃飯 洗澡 洗碗盤 都不容易呢 他需要墊高的箱子 墊書 才爬得到桌子上 啊 真是辛苦 但是呢 艾莉爺非常享受這個城市裡面的小風景喔 還有他在不同角落找到的小小的寶藏 你看 小花 美麗的小花 好香喔 還有他在城市裡各個角落找到的陀螺 彈珠 骰子 扣子 小鳥的玩具 小汽車 斷袋 火柴盒 這個是那個西洋棋的棋子 這些都是他的寶物喔 還有最重要的是 杯子蛋糕 這是一個麵包店 有一天呢 艾莉爺來到了麵包店 烘焙 裡面好香好香喔 艾莉爺想要買一個杯子蛋糕 可是 都沒有人看到他 大家都忽略他 因為他實在太嬌小了 沒有買到蛋糕的艾莉爺好傷心喔 終於有一個小朋友看到他 可是小朋友也沒有辦法幫他呀 回家的路上艾莉爺好傷心喔 他幾乎沒有看到其他的景物 他專注在他的悲傷裡面 可是路上呢 有一隻小老鼠 他發現了一隻小老鼠 小老鼠 跟他有一樣的困難 甚至比他還更困難耶 對不對 他要面對的困難比他還巨大 因為小老鼠比他更嬌小 小老鼠呢 這隻小老鼠有一個特殊的地方 就是他的小耳朵 他左邊的耳朵 少了一缺的一角 所以艾莉爺看到小老鼠 需要幫忙 於是他停了下來問小老鼠 怎麼了 什麼事情啊 嗯 小老鼠就說 我想要試著找食物 可是我實在太嬌小了 我好餓喔 聽了小老鼠的話以後呢 艾莉爺就說 我可以幫你喔 艾莉爺呢 把小老鼠放在他的長鼻子上 這樣小老鼠就購得到 垃圾桶裡面的食物囉 幫助別人以後 艾莉爺覺得自己呢 是世界上最巨大的小巷 嗯 他可以自己感到驕傲喔 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隔天 小老鼠和艾莉爺 小巷呢 他們又回到了蛋糕店 兩個人合作之下 成功的買到了杯子蛋糕 好耶 好開心喔 更重要的是呢 他們還獲得了一個更好 更棒的東西 是什麼 這要用cookie 就是他們彼此啊 就是友情喔 這是這個餅乾膜 對啊 你看從此之後 艾莉爺小巷還有小老鼠 他們有了對方 成了好朋友 可以共享每一個時光 看 The End 如果可以iled 到這點